還沒有結束好還要更好 率隊領軍來到新北中和瓦窯溝 新北市長侯友宜沿入視察瓦窯溝的整治狀況 為了達到兩年不發臭的目標 新北市府透過取底土質改善 增設抽水機 述縮河道 加速排水 以及清水引入 從源頭管理積極投入工程改善 利用外面的人行道去做兩個自風池 只要水位超過八成 它的水沒辦法下水位上升 它就會流到這兩個自風池 經過水利局環保局市場處的跨局處的合作努力之下 外窯溝水流停滯造成錯維的問題已經大幅改善 而且因為取底質在綠化生長良好 從原本民眾犧牲的四大黑龍江 已經搖身變成充滿綠翼 並肩具生態休閒的都市角落 可以增加更多的立地運動休閒地方 貫穿中和永和的生命之河 如今再生回歸自然 新北市也持續朝著流水治理的目標前進 努力提升民眾的生活品質 排行民宣傳張道勇SN小組新北報導 我是陳雅玲 想要跟我一起叢林掌握天下事嗎 趕緊按下華視新聞YouTube頻道的訂閱按鈕 開啟小鈴鐺 跟我一起探討公共議題 給您最專業的華視新聞 來測重新北 高波的運動 高波的建工